- 歡迎收看LIVE 樂生活 今天看到語安手上拿了這麼可愛的 這些馬的造型娃娃 大家應該知道今天會邀請到哪一位達人了 歡迎我們的金玲老師 -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做的主題叫做 - 糖果麻 - 糖果麻 它看起來真的很可愛 而且剛剛我們還在開玩笑 現在因為你知道Rocker 那個搖滾風非常流行 你做的這糖果麻 他們兩個頭髮很搖滾 - 對 就是用毛線做一些不同的變化 - 是 所以今天還有多一個毛線的重點 大家可以好好的來學習一下 - 好 老師我們大概需要準備多少的襪子 - 這次需要用到一雙 - 一雙 兩隻嘛 - 對 兩隻 - 那像這個寬口襪或是短襪都可以 - 就是兩隻 - 好 那我們要從哪個地方開始動手呢 - 好 一開始我們先拿一隻襪子 - 大家其實可以仔細看 - 好 - 我們拿它的側面 - 其實就是馬兒的側面 - 那我們可以一開始就要先塞棉花 - 一樣把這個頭型給塑造出來就對了 - 對 - 那這個馬兒的部分我們要兩球 - 第一球我們塞進去的時候就像我們做熊 - 或是做其他動物的時候一樣 - 我們先塞到底端 - 第一球 - 欸 可是我們上次做狗 - 我們也沒有分兩個球耶 - 上次做狗狗是這邊有先縫一段 - 那這次我們是不一樣的運用 - 就是我們先塞一球做它前面嘴巴的部分 - 好 -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- 腳尖的地方這條線 - 剛好可以變成它的微笑 - 對 - 微笑的地方 - 那你如果不喜歡 - 你可以倒過來 - 就變成它就是鼻子前面的一個區塊 - 然後我們要再塞一球 - 那下一球的重點呢 - 就是要把上一球還要大 -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調整一下比例 - 比如說我放進去之後 -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 - 如果你覺得前面太大 - 就可以再減少一些 - 哦 - 那因為我們大小有區別的話 - 它才可以有這樣的頭形出現 - 了解 - 然後我們稍微瞧一下 - 那你如果想要側面比較明顯的時候 - 我們可以把它稍微摺一摺 - 摺一摺 - 到兩球中間的區塊可以更明顯 - 那再來的部分就跟之前很像 - 就是我們都把它剪掉 - 一樣抓好 - 然後剪刀剪 - 對 剪靠近棉花的地方 - 是 然後棉花就會多出來 - 頭很縮口風 - 對 - 真的都一樣欸 - 因為我們弄了幾個襪子娃娃 - 它的頭大概做法就是這個程度 - 我們盡量用一樣的縫法 - 去做出不一樣的襪子娃娃 - 像這一隻我們就是把它那個腳尖的接縫線 - 當作它的微笑線 - 對 - 好 這樣頭就完成了 - 頭就完成了 - 好 然後再來呢 - 我們要拿另外一隻襪子 - 然後先翻到板面 - 感覺好像應該要來做它的身體的部分了對不對 - 對 身體 -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之前熊寶貝的話 - 就是我們腳跟是它的屁股的部分 - 喔 它做起來的屁股的部分 - 對 - 了解 -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就是要畫它的腳 - 腳型 - 對 所以我現在很快速的畫給大家看 - 兩隻腳先決定你要的寬度跟長度 - 就一樣在屁股的下方畫出兩隻腳 - 如果想要胖一點的腳 - 你可以讓它的胯下的地方不要那麼寬 - 胯下讓它就密合一點 - 可以密一點 - 對 它的腳就可以比較胖 - 然後中間一樣用圓弧連起來 - 然後兩隻手 - 好 那一樣既有這個冰冰的地方 - 就可以少縫一段 - 它在身體的做法 - 就是這一塊身體的做法 - 我們剛剛講了 - 比如說你要它坐著的 - 你腳就可以直接畫 - 然後手 - 然後再耳朵 - 對 坐姿 - 如果要坐坐姿的話 - 這樣子注意最快的方式 - 對 然後兩隻耳朵 - 就大概是呈現這樣的形狀 - 有 真的跟我們上次做的是一樣的耶 - 對 幾乎是一樣的 - 然後再來就是很簡單的回真縫 - 把它縫起來 - 是 - 縫完之後就會像這樣子 - 大家看板面比較清楚 - 就是縫線的地方 - 然後記得要留開口 - 是 要塞棉花用的 -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- 剪下來那一樣就是跟熊寶貝 - 就是同樣的步驟 - 我們都做完 塞完棉花 - 就可以用長針縫把它接起來 - 是 而且這耳朵好可愛喔 - 對 - 這耳朵是沒有塞棉花的對不對 - 耳朵是沒有塞棉花的 - 大家想要知道這皺摺怎麼做的話 -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- 對 因為我們沒有交過這耳朵中間的 - 皺摺是怎麼來的 - 我們直接做個耳朵給大家看 - 好 我先把耳朵剪下來 - 是 那如果對於身體的細節 - 或者它的接縫的部分 - 大家不是很了解 - 大家可以再回去看我們前面幾集的 - 對 像是熊寶貝幾乎就是一樣的了 - 好 那我把它剪下來之後 - 翻到正面 - 那我們就拿一個頭來示範好了 - 然後現在我們這樣子翻回正面之後 - 我們先在一邊洗針 - 一樣從裡面往外面穿出來 - 當結在裡面 - 是 - 好 那要皺摺的話 - 我們把它對摺 - 對摺之後 - 還沒有縫上去就已經先對摺了 - 先對摺好你會比較好縫 - 了解 - 然後先把它穿扛過去 - 先把它隨意的固定住 - 固定住這個對摺的線 - 對 只是對摺而已 - 再來就很簡單的就是長針縫 - 長針縫 再把它縫上去 - 對 我們部位結合的話 - 就都是長針縫 - 就這樣子頭一針 - 然後耳朵一針 - 然後記得它的縫隙呢 - 會有一些布料是蹭出來的 - 要把它塞回去 - 然後現在拉緊 - 好厲害 - 為什麼沒有就是記憶力還不錯 - 對 我們就拉緊 - 這樣就可以縫好了 - OK - 所以耳朵的部分大家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- 是 -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講的耳朵呢 - 先讓它有那個皺褶形狀 - 再把它跟身體跟頭部來做結合 - 對 - 這樣就可以了 - 其實這個也很像Lulumi - 大家有沒有看過卡通裡面嗎 - 有有有有 - 對 - 就是形狀式一樣 - 白色的 - 對 - 大家就可以互相應用 - 然後再來呢 - 我們要做它眼睛的部分 - 好 - 對 - 眼睛我們就用珠針固定好位置 - 定位 - 大家可以跟耳朵互相看一下位置 - 看一下高一點低一點都可以 - 對 - 這樣就更像Lulumi - 白色黑眼睛真像 - 對 - 然後 - 因為馬耳有鼻孔 - 大多數的馬耳造型都可以給他兩個小鼻孔 - 對 有鼻孔 - 會噴氣啊 - 對 - 那鼻孔的部分我們就可以縫直線就好 - 那像另外一隻 - 眼睛手上這一隻 - 是 - 我們是用扭扣來做造型 - 在家裡如果有不要的扣子也可以縫上來 - 這樣也很可愛 - 對 - 就是做一個特色的部分 - 好 - 所以鼻子你可以選擇用畫的 - 畫完之後待會用縫嘛 - 對 - 或者放兩個扣子 - 這樣也可以 - 對 - 然後如果想要眉毛就再加眉毛 - 是 - 好 - 所以基本上呢 - 我們這個糖果馬 - 它的外型大概就是這樣 - 對 - 但是現在來了 - 所以Rocker那個頭髮該怎麼做老師 - 好 - 頭髮的話大家其實是可以去找這種 - 比較特殊造型一點的毛線 - 嗯 - 或者是家裡有不要的毛線 - 混色的毛線喔 - 對 - 不要的毛線拿來湊也可以 - 是 - 那我們要剪一段長度 - 就是沒有規定要多長 - 就是 - 說它拉一條是不是 - 對 - 假設我現在是這個長度 - 我先隨意剪 - 好 - 然後 - 為什麼說隨意的長度呢 -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- 叫做對摺 - 我先把它對摺 - 好 - 然後再對摺 - 你現在是用一條還是兩條 - 一條 - 一條它有這麼多顏色喔 - 對啊 - 它是斷染 - 這種叫做斷染 - 就是一條它會有漸層色 - 好 - 然後對摺對摺再對摺 - 到底要對摺幾次呢 - 假設我現在對摺這樣子 - 我對摺四次 - 嗯 - 那這個你摺幾次得到的毛線的厚度 - 就是它這個瀏海的厚度 - 那假設我現在先示範的話 - 我先這樣子就好 - 好 - 然後放到我要的位置 - 你可以看眼睛跟耳朵的比例 - 就是 瀏海的長度要到哪裡 - 對 - 你可以先擺好 - 嗯 - 然後我們拿線 - 好 現在這樣子 - 大家看仔細喔 - 好 - 一開始我們先隨意找個洞穿進去 - 嗯 - 然後到你要的位置一邊先穿出來 -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- 這個線都擺在我們真穿過的上方 - 對 然後一樣把這個結拉進去 - 嗯 - 然後再來我們把它綁過來 - 這個地方我們就固定住了 - 對 - 然後從這邊穿進去之後 - 再從同一個點穿出來 - 一定要同一個點就對了 - 對 - 第一次我們先穿同一個點 - 是 - 那目的就是為了要把它拉緊 - 這樣拉緊 - 嗯 - 好 第二次我們在縫的時候 - 我們先一樣同一個點穿進去 - 是 - 往後一點點穿出來 - 哦 - 好 - 然後這樣子前面有兩條線 - 就可以把它綁緊了 - 是 - 當然你要更牢固就可以縫更多一條 - 更緊 - 對 - 然後下一層就是我們把這個毛線抓上來 - 哦 - 它是像波浪一樣一個一個 - 就是有一個弧度這樣一個一個弧度的 - 對 - 對 - 然後一樣同一個部位縫兩次 - 是 - 然後下一次進去之後 - 再從後面一點上 - 它就像那個駱駝後面那個封有沒有 - 就是一個 - 一波一波一波 - 對 -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接起來 - 哦 - 它的長度就是取決於你的瀏海要有多少 - 是 - 對 - 所以這樣子頭髮它其實就是以此類推 - 只是到最後一個收尾 - 其實固定就不理掉了 - 對 - 最後一圈的時候 - 建議大家縫個很多 - 就是縫個十層都沒關係 - 固定 - 就是把它綁很緊 - 綁死啊 - 或者有的人一拉 - 它那個波浪就被你拉掉了 - 哦 -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小心會這樣扯 - 那如果你最後這個點沒有固定好的話 - 對 - 一扯上面整個波浪都拉平了 - 就變直髮 - 那不好喔 - 就是要Rocker就是要捲髮這種感覺 - 對 - 然後它底下就可以稍微修一修 - 或者是不要那麼整齊就隨意就好了 - 是 - 就有分岔你也可以把它剪一下這樣子 - 對啊 - 所以這個我們的糖果馬 - 其實重點就在於頭髮的雕塑這一塊 - 對 - 對 - 你把它做起來它就有那個搖滾那種可愛的感覺 - 對 - 我們在做的時候 - 其實大家如果仔細看啊 - 我們這樣子折上來 - 它這個會很整齊是一個圓弧 - 對 - 那你如果不要想要它那麼整齊 - 你想要它更Rocker一點 - 你就把它抓散 - 左右把它抓散 - 它就不會像泡麵一樣一圈一圈 - 哇 妳一講我馬上可以想到那個畫面 - 對 - 就不要它太整齊 - 你就把它本來一起抓的這個線條 - 把它弄開 - 把它剝開來 - 它就不會有一圈一圈的弧度 - 對 - 那特別還要再請老師跟大家介紹 - 因為襪子呢 - 我們剛剛做的主體是用白襪為主 - 那老師這一支的感覺其實跟這一支就很大的不同了 - 對 - 像這個畫就是我們可以選擇有色塊的襪子 - 是 - 所謂有色塊的襪子就是在它腳尖的地方 - 剛我們說這邊是腳尖嘛 - 是 - 腳尖的地方還有它屁股 - 腳跟的地方有色塊 - 有的襪子會這個地方跟後面的顏色會不一樣 - 對 - 那如果有色塊的話做出來效果就會不一樣 - 然後還有像這一雙它其實是小朋友的襪子 - 上面 - 所以上面還有可愛的止滑墊 - 對 - 它還有刺青在它的額頭上面 - 對 - 這就是它的特色 - 很可愛啊 - 對 - 而且大家可以發現就是小孩的襪子其實它彈性比較好 - 所以它做出來可能比大人的還要大隻 - 是 - 所以大家就是在選襪子的時候可以多多運用一下 - 好 - 就把一些的花樣跟它的襪子的特色大家可以一起考量進去 - 嗯 - 今天呢我們的Gini老師帶來這個很可愛的糖果脈 - 對 - 在下個階段呢我們再來看看Gini老師 - 還可以利用襪子變出什麼樣不同的造型出來 - 嗯 -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